电线掉落路面冒出阵阵火光 不断烧出白烟 前面还躺了一具猴子遗体 他疑似因为误触高压电而死 也是整起事故的罪魁祸首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24号下午接近四点 车辆行进新电区北一路 17.5公里处 过了好几个弯突然停下 因为前方高压电线竟然掉了下来 还把柏油路烧出两个大洞 时机回到现场 两个坑洞已经修补完毕 而当时疑似就是猴子去扯电线 电线才会断裂垂落路面 这次一共造成914户停电 在晚上7点多才全部复电 而电线断裂也害大货车紧急刹车 三辆车发生追撞 一天内就因为高压电线被扯断 接连发生两起意外 动物造成停电的类似案件层出不穷 相关单位恐怕得加紧防范 别让民众随时都得担心害怕 不知道哪一秒又会突然迎来一片漆黑 华视新闻 华视新闻新北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